但是在1981年 专家们有了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呢 宋太宗的永熙陵 有一座附陵 是原则李皇后的陵墓 咱们管它叫做李后陵 1981年一场暴雨 雨水涣入陵墓 如果我们及时采取措施的话 陵墓很有可能全部穿塌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和总舰文物保管所 就联合普通发掘队 对李后陵进行了强作性发掘 这也是对北宋帝后陵墓的 第一次正式发掘 当时专家们很激动 因为北宋皇陵帝宫 到底什么情况 这个千年之兵就在眼前了 那么当时他们见到了 什么情况呢 说实话 有些遗憾 因为当清理完墓道和永道 的时候专家发现 墓室两扇高大的石门 已经是打开的了 谁开的呢 不用说要造墓的人 墓室里面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 只剩下石砖床和辣柴座 但是墓室的构造 这让专家 八次算命数 雅城八次命名 是基于征程八次推荐的 一门沾谱署 让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次命名 二十余年的道长 擅长八次算命数 居家风水部 林福寡 道长归信 2088-2588 李厚林的地宫呢 是专系的圆形雄顶 雄顶上会有天象图 墙壁上会有精美的壁画 零河 零河的凉山呢 避免了这个形象 那这些呢 它是用青灰 在端上磨平了以后 用那个摘灰点呢 编上很多的形象 这些呢 就放着天空 就放着天空 然后这 像这样的墨石呢 一定就是 这么很大的墨石 下面就放 居室 下面就放天空 这种建造呢 因为神是 完全是 古典啊 死死无神的一种发言 不过虽说挺遗憾 但淘宝学家们 还是有一定的收获的 他们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把墨石里面 几米以后的基础 用筛子过了一遍 还是发现了不少 盗墓贼遗漏的东西 有一套相当于是 墨石的预测 测文是 英课的凯生 字上很有精准 另外他们还发现了一些词句 实际呢 我们有这个 建设了 有八十多件 有福量也有四十多件 主要有两种 一种呢 就是 约的词句 约的龙文大声 就三星卓米的词句 那边刻的是龙文 另外还有讨河 这些呢 我们就把它成为 一个精净次纪 也成为一切词 这就是李厚林地宫发掘的大致情况 从总体上来说 这次发掘的收获并没有原本想象的那么大 原因就在于 地宫已经严重被爆了 那么 宋灵其他的地灵会出什么情况 我告诉你 因为通过发掘 发现宋灵啊 存在了严重被爆的情况 最后专家对于宋灵灵区内的 帝霍灵墓进行了系列的参考 结果发现 几乎所有灵墓都有众多的盗墓 少了一两个 多的十几个 在所有的皇陵当中 宋灵除了规模红大是绝无尽有 对外被爆的情况也是绝无尽有 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为什么呢 再说李霍灵 李霍灵的地宫在地下什么位置呢 地下二十多 这是宋朝灵墓的特点 深埋地下 为了就是防盗啊 因为这个山洞 是一般的盗墓贼能够挖得到的 而地灵呢 可能更深 从这面上来说 到宋灵的盗墓贼 肯定不是一个人 团伙作案 另外 宋灵啊 基本上都是严重被盗 这说明盗墓的也不是一个人